哈囉大家好,這次施特琳的煉獄集打算用愛德華兄弟來通關 因為這個隊伍裡面需要的隊員就是剛好愛德華那系列就可以了 另外再準備一張馬修 其實馬修也可以不用準備,但是馬修對於一開始的純技能是非常的方便 那順便補充一下這次煉獄集是沒有成就的,地獄集才有成就 好,那我們這邊就直接進入實戰囉 那第一關洗技能我這邊選擇帶雙愛德華 第一個傷害比較沒那麼高,第二個他的掉落比較固定 我削一組新珠光珠或者是暗珠,他一定會掉落一組新珠 那這樣子比較不容易卡珠 好,回到重點,然後一回合過後他會打你 然後會把隨機一排轉成光珠嘛 那這時候你把光珠分成兩組的話 其實配合天降一定會新珠拉的回來 然後第二回合他會轉成木珠 木珠的話你一樣再找光暗星兩組 你看我這邊暗珠跟新珠,木珠你不用理他 然後這一隊的機制你削兩組新暗光會掉八顆新珠 所以回復量幾乎都補得回來 然後再來又會一排變成光珠 你再把光珠分成兩組就好了 對,就你也不用多轉,就兩combo 然後給他這樣添降 其實洗技能這樣子是最簡單的 啊為什麼我可以補這麼多 那是因為我有帶馬修 他有帶武裝龍克之後 你削新珠都會有額外的回復量 這非常的好用 然後再來我剛講過,我木珠不管他 我就削新暗兩組 然後削下來就給他添降 然後沒有意外的話 那接下來他打我又一排變成光珠 那這邊的話,我光珠要分成兩組 這才是重點 我很多光珠,但是不能一combo 我光珠分成兩組 然後配合天降的新珠就非常的夠 然後他打我之後,你看木珠很多 可是我光暗星 我新珠跟光珠再分成兩組 然後天降降其實 洗到你全部的隊員都跳之後 再來就是師傅的技能可以開 也可以開河地 然後就是第一關就直接帶走了 那接著這邊就快轉 然後帶走之後就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的話會風化追擊 所以這邊直接開搖鈴 把風化珠炸掉 然後一口氣帶走 他血只有1億多 但是要注意他有3秒轉珠 雖然愛德華他有另外的必然延長秒數 但是3秒時間還是會變短一點點 這邊秒數的話要注意一下 然後愛德華我也算晚一陣子了 這一隊開啟師傅之後 傷害平坎大概是4億到10億之間 所以不要轉得太誇張的話 這邊應該都是一回合可以帶走 那接著來到了第三關 那第三關是需要電擊的平土盾 如果你沒有電擊敵方的話 那他受到的傷害會減少90% 所以就是只剩下10%的傷害 那他的血是2億3 考慮這10%的傷害 我只要爆發23億就可以了 那對愛德華來說太簡單了 然後愛德華就開第一招來大爆發 那記得這邊有平土盾要轉隊就可以了 而且剛剛示範影片有說 我這一次的示範影片的示範隊伍 是沒有帶初音武裝龍客的 就是用傳統的蛋糕龍客 所以我傷害還沒有那麼高 如果你有蛋糕龍客的話 那這邊絕對是沒有問題 那這邊剛剛有說他的血量是2億3千萬 那我可以爆發打他多少 我打了2億9千萬 或許你會覺得傷害有點緊繃 但是第一個我沒有帶初音的武裝 那第二個你沒有打過的話 你可以開龍客來去做增傷 那接著第二條血量 就是一個雷射加手消進光 那這邊其實對於有基礎轉租能力的玩家們來講 就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手消進光的關卡 雖然他CD1打2萬9有一點壓力 可是傷害德華的回復力其實也是相當的優異的 甚至說我這一隊有帶馬修 我在這一關幾乎 除非手消到光珠啦 不然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雷射的部分就是看你當下的版面好不好 你當下的版面好 其實他血量5億一波甚至就可以帶走了 啊如果他你的版面不好 你可能就多花一點時間這樣而已 那接著來到下一關 素材的紅綠燈手消進水 那這邊的話 紅綠燈我第一個就是先把水珠消乾淨 然後受到他一次攻擊之後 場上沒有水珠 那我第二回合在轉租上 就可以毫無壓力的盡情的轉租這樣子 好那他血只有2億 看一下我方啊 我只有純靠轉租 那我這一波打了12億 非常的痛 好那接著來到第五關 手消泉水的X型燃燒 這邊開合體後的第二招固定轉版 你的固定水珠在下面之後 你上面會更好轉租 但是我這一關我還會開馬修 如果你前面的關卡你發生失誤 你合體後的第二招 很好用已經用掉了 那這邊的話 你單靠馬修也是可以過關的 只是你的燃燒 你在馬修在排珠上 你要更為的小心這樣子 但是我這邊還是會開馬修 一方面剛好講到 可能剛剛有人把合體的技能開掉了 啊另一方面我下一關也需要馬修的技能 所以這邊一定要開 好那麼這邊的話 應該問題不大 就來到了下一關 那下一關的話 技能會封鎖加上移動燃燒 這對有些玩家們來講 非常的不友善 沒關係 你馬修的排珠還有一回合 這一回合內 你有善的利用排珠 燃燒是完全不用擔心的 然後這邊快轉 你可以看到說 右邊那隻死掉之後 我再轉珠就沒有燃燒了 那左邊這隻的話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而且你想起技能也沒有辦法 因為你現在的傷害非常的高 你可能在這邊再稍微轉個一下 或兩下 一回合或兩回合他就死掉了 然後這邊就 隨便轉了一下 看一下 對 第一下他就死掉了 死的不能再死了 那接著來到了第七關 那第七關就進場先攻 扣血加左右雷擊 對 左邊或右邊啦 那這邊的話 剛好一隻米的技能關閉之後 最左邊跟最右邊一定都會炸到 所以不管是雷擊哪邊 都沒有關係 那一隻米的技能關閉後再打開 而且一隻米技能關開後 場上也會有強化珠 其實你這一波轉起來的傷害 應該還是會比平常的傷害更高一點點 而且這場你們也知道了 我沒有帶初音的武裝 我這樣子轉完的話 傷害也夠 所以我覺得這邊問題應該是不大的 好 那我這邊 隨便轉了一下 這個新珠就故意往上 那兩個就是想說壓一下傷害 就也不要轉那麼頭 然後看一下這樣傷害多少 10combo 好傷害可以看起來 應該還是非常的夠 他血量4億 我打到8億 那再來第二條血量 問題就比較大了 消強化珠 攻擊力會弱化到升10% 場上還有弱化珠 這邊我直接開搖鈴 但是我不能消到光強化 因為木強化一定會消到嘛 這就算了 但是愛德華合體後 會追打光屬性的傷害 所以這邊 我不能轉到光強化 因為我轉到光強化的話 那代表我愛德華的追打 就光屬性的傷害也會被弱化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說 我把光珠都移到右邊 我左邊只轉了4combo 轉了一組木珠 一組新珠 這比較重要 啊暗珠火珠還好 然後再加上他天降 那這樣子的話 打他多少 可以看到光屬性就打了7億 所以他其實傷害降是非常的夠 然後另外這邊也準備另一種方式 那既然會被弱化10% 那我乾脆我就反向操作 那他血量是6億 那我只要爆發60億就可以啦 那我這邊就乾脆就是直接轉到底 那拼一波大爆發的傷害 其實這樣傷害來講也是非常的夠 所以這邊的話我提供了兩種方式 一種是光珠少 光珠就隔開 然後另一種是光珠多 乾脆就一波大爆發 這兩種方式都可以來打這一關 然後接著來到了第8關 是移動的時候會有出現combo法印 然後這個紅綠燈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重要 你只要轉對他的combo法印 他就不會打你 所以你也不會受到傷害 你也不需要補血那什麼的 你就是轉對他的combo比較重要 好那接著這邊就快轉 來到了王關 王關比較棘手的是 你需要轉到50顆木珠 才能對他造成攻擊 可是如果你第四回合還沒有攻擊的話 他會對你造成一次砲擊 那這次砲擊好像是100萬的傷害 幾乎扛不住 但是這個砲擊受減傷效果影響 只是100萬的減傷 你幾乎要90幾%的減傷才有辦法扛住 那這邊其實我認真轉50顆木珠 對愛德華來說非常的簡單 但因為示範的影片需要做一些示範嘛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快轉 來到了第四回合 那第四回合後 那個紅光會像這樣子在閃爍 那再來他就會砲擊 所以這邊要測試 我開了愛德華的boost之後 那看一下他的砲擊能不能夠抵擋下來 好那這邊轉完之後 發現說他砲擊完 我沒事 所以這邊是可以的 然後另外愛德華需要消耗強化的水火木 他才會掉落強化木珠 所以這邊我就開了嘛 最後就整版強化了 他掉落木珠會更多一點 而且剛剛也示範完 所以接著就是要一波準備把他帶走了 好那這邊快轉破完盾之後 就是直接砍爆他了 因為其實你打得到他 他其實都會被你秒殺 因為這對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那接著第二條血量是 轉珠劑無效 而且你要單張兩億的傷害 才能對他造成攻擊 那這邊的話 最後當然是大爆發了 那我這邊就示範 轉珠劑無效 所以我開了這個 很好沒有變化 但是一開始嘛 就在進第二條血之前的 轉強化就有用 那這邊的話 就正常的爆發 就可以把他帶走了 好那麼今天影片就選到這邊 也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至於其他的隊伍 像殷奇都的部分 其實殷奇都的話 隊員就有一點需求 所以我是選擇這個 鋼煉 因為鋼煉自己這一系列 就剛好可以過關了這樣子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再見囉